大家好,我是电子幽灵 因为前两天看到在台湾有一名马来西亚留学生被掳走后惨遭杀害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期马来西亚人在台湾遇害的案件 之前的一件事发生在今年1月的时候 一名叫做邓永恩的马来西亚在台工作女子被杀害后惨遭分尸 疑似是被对门一男子杀害 因为该男子已经烧炭自杀,死无对证 而面对两起马来西亚公民在台遇害的案件 马来西亚外交部罕见发布了 敦请在台湾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对个人安全保持警惕及谨慎的公告 这让台湾方面很难堪 台湾所谓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台湾仍然是亚洲最友善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发言有点神奇啊 这个吴钊燮部长 难道这不应该检讨自身的问题吗 其实酿成这样一个悲剧 不是说只是路灯不亮或者说是警察不作为 而是介于台湾多次恶性凶杀案仍未被判处死刑的先例有不少 许多马来西亚网民非常担心这次依旧是不会宣判死刑 而面对最近几年台湾发生的重大恶性杀人案 不管是封尸 尸母或者说是次死警察而不宣判为死刑的居多 甚至还有无罪释放的 法官的理由无外乎 无外乎就是可以教化 有精神病 对吧 或者什么激情杀人 就是我下子本来没精神病 下子就有了 然后不是吧 杀人的时候是有了 如果只是个案 也可以说是个别法官的少数判例 而从整理的资料来看 最近四年大概有十七以上不宣判死刑的恶性犯罪 我挑几个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2016年的3月28号 小灯泡 一个小女孩小灯泡被伤案件 这个如果说大家关心这个台湾的新闻的话 这个大家应该还会记得 就是一名王姓男子在当天上午购买了刀具 后假意帮一个小孩牵车 在对那个 然后牵车的时候 往这个小孩的背后门砍 直到身手分离 2020年1月21日 被终审宣判为无期徒刑 第二个是台铁的杀警案 就是2019年的7月3号 一名正姓男子在遭到列车长发现无票乘车的时 正姓男子因补票问题与列车长发生冲突 后24岁的警员李承翰上车处理后 遭正姓男子以工作用尖刀刺伤服务 大量失血后死亡 而法院以他患有知觉失调症为理由 宣判他无罪并监护五年 就是说到医院里面去监护五年 而受害人就是这个警察的父亲 收到了判决后 判决后35天因突发未出血 也离开了人世 而这个刺警的正姓男子 以前他经历其实也不少 他经历过失业 生意失败 投资失利 妻子车祸手术后肢体萎缩 使他的家中逐渐陷于贫困 全家有全家四个人当中 有四个人患抑郁症 而他自身本身也有点精神病 他因为贫困交不起这个健保费 他就是为了省钱他把这个 他就不去看医生了 这我就要吐槽一下了 就是被许多决心称为 飞天神卡的剑炮卡 这个时候就不好用了 那被称为一个有人情味社会的 台湾竟然没有关心这个人 生活如此的困顿 竟然没有关心 这就是结的一个因 后面杀井就是成为他一个谷 第三个就是 桃园的世母案 是在2018年的10月份 桃园市中立区 梁姓男子与母亲发生冲突 拿刀砍杀母亲 竟把母亲的头给砍下来 并且把这个头给砍到 丢到的窗台的外面 2020年8月20日 二审宣判为无罪 法院的解释认定是 这个梁姓男子行凶是没有意识 说他什么吃了毒品啊什么的 宣判无罪之后还能 让他自行回到家中 让桃园的卫生局 做他的监护人 而且说 你这个不一定是要强制 一定要在家里的 你如果他能出去保 我们也没有办法 看了这三个案子啊 真是感觉到什么叫做 魔幻现实 杀人很少被判处死刑 这种恶性 而且是恶性杀人 这让大陆几个被宣判死刑的恶性杀人案件的嫌疑犯真是痛哭落泪 想想怎么没有生在台湾呢 许多台湾人或许会说 这几个恶性杀人案都是个案 台湾依旧是治安良好的社会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看了一下 台湾的治安确实是排在世界的前几名 其实这个事情呢 不是说是不是杀人的问题 是被害人在遇害后司法判决的问题 如果说多数的恶性犯罪被定为无罪 或者说是无期徒刑 不仅是在让许多人感到台湾司法真的出了问题 而今年已经有两名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人在台湾遇害 不仅是台湾当地也在华人引发轰动 许多的留学生家长想想 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到台湾去念书 这要打人 他就打了个问号 而许多台湾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死报着说台湾No.1 台湾No.1 台湾No.1的地方很多 但是请不要把台湾变成恶性案件发生No.1的地方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